第三集继续来介绍韦特塔罗牌的小牌 那一号到十号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都是一号 表示事情的开端 那这是感情的事情开端 这是投资的资源的开端 二号表示二选一 两者选一 两者折一 那这个是 那个精神上的二选一 然后这个是感情上的二选一 互相理解 然后这是财务的二选一 然后三号是持续发展 然后这个保健三号是代表持续的成长 心灵成长 这个水杯三号是表面的和谐 三号是让大家看到你的成果 四号是稳定 休息 好像这个保健就休息了 然后四号是还在考虑要怎么处理 然后这是有 四号是有 土角心是有所守望的事 五号就开始要争取心里想要的东西了 然后为了要赢不择手段 然后有一些水杯呢已经弄倒了 然后你必须要度过寒冬 然后六号就是成功代表士子座 然后这是水瓶座 宝瓶座 那这个是科学 慢慢的度过危难 然后这个是代表天蝎座六号 跟前世记忆有关 这个是六号金牛座 它是互相的依靠 然后七号是持续下去 那这个就是想办法成功 然后这个是很多欲望 美梦成真 然后这个是七号要等待收成 OK先到这里